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前几天曾经跟大家承诺过 我这个频道至少两天要出一集视频 那么如果有时候太忙的话 三天也必须得出一集视频 昨天我刚刚出过视频了 本来今天可以偷一下懒 不用出视频的 但是呢今天有很多的朋友网友说 你一定要讲一讲阳罗的事情 你们不是一直在动员在鼓吹全民上街吗 现在阳罗上了街了 你有什么感想一定要谈一谈 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早上我一起来 就看见了一则消息 就是商务部的有个发言人 又就这个美中贸易谈判提出了一些看法了 而且他的这一番发言呢 已经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各大媒体上面 都已经报道出来了 美国之音也已经报道了 所以这是一个正式的消息 那么这两件事情呢 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重要 所以说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把这个今天把其他的事情都了结了之后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那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首先来谈一谈商务部那个发言人呢 他的那番讲话 他的讲话里面呢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说美中贸易这个协定 如果是要签成的话 那么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美国一定要先取消增加的那一部分关税 就是从去年贸易战开始以来 川普政府给中共的这个出口美国的商品 增加的那些额外的关税 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川习会上面 习近平答应川普的要求 从美国进口大量的这个食品 大量的农产品的这个承诺 他说现在我们呢 并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数字 他承诺的是大量 大到多少呢 一百万美金一千万美金也算是大量 一亿一百亿一千亿也算是大量 这个商务部就出来帮习近平 来做出了一些澄清了 做出了一些解释了 说这个自由裁量权在我们 我们愿意进多少就进多少 这就是在给川普啊 要打一个预防针 好像是说啊 我们可以不进你的农产品 不进的太多 至少是不进的太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说出这番话 这似乎啊就有一点奇怪 因为啊 现在的这个贸易谈判 还没有正式的恢复 好像是下一周周三呢 才正式的恢复 那么在这个恢复之前 你突然来这么一手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想破坏这个贸易谈判呢 你不怕啊 川普这个和美国其他的这些政界的 这些这个权威人士 他们又认为中共又在耍滑头 中共啊 又跟过去一样言而无信 然后呢 从贸易谈判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恢复 现在又破局了 是不是想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呢 非常有意思 现在的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局势看起来啊 川普和这个习近平他们双方啊 他们都知道这个贸易谈判最后是没有结果的 是达不成协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川普他们这一方看起来 他们呢不能够犯过去啊 美国政府不能够犯过去在二战当中和二战以后啊 所犯下的那些绥靖主义的错误 大家记得二战之前呢 美国啊 还有这些西方欧洲这些民主国家 尤其是英法两个国家 他们对希特勒啊 是犯了极大的错误 绥靖主义的错误 希特勒刚开始上台的时候 德国是很弱的 但是呢 他们一步一步的容忍希特勒啊 迅速的发展壮大 用他的那套法西斯的 他吹的这种手段迅速的发展壮大 没有对希特勒啊 即时的进行制止 希特勒实际上开始 他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啊 去进行扩张的 他这个德国稍微强大了一点之后 他是三三三年上台的啊 三六年他就直接派兵 进到这个莱茵飞军市区 那根据国际协议啊 那个地方德国人是不能够派兵进去的 他是德国的领土 但是德国不能驻军的 希特勒公然就派兵进去了 而西方呢 采取了绥靖主义的政策 没有对他进行强制的强烈的抵制 那么后来呢 他又入侵这个捷克的啊 苏台德地区 那这个时候啊 西方还是一味的在让啊 最后呢 希特勒又吞并了奥地利 那西方又在让 最后等到 希特勒已经这个 把他的这个军队啊 彻底的武装起来了啊 国力强大了 入侵了这个波兰 那这个时候啊 英法还有美国 他们想遏制他 已经呢 太迟了 已经呢 这个希特勒已经强大了 遏制不住了 在欧洲 所以说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啊 很快的就一败涂地 那在东克尔克 四十万人被希特勒包围在那个地方 差一点点就全军覆没 那后来整个二战这个爆发 就是因为刚开始 希特勒还没有强 足够强大的时候啊 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对他进行遏制 这一种惨痛的教训 我相信 美国人啊 和所有的那些西方民主国家的人 他们都能够啊 现在都能够意识到 绝对不能允许啊 这样的历史重演 那么现在中共呢 大家也都意识到了 这个政权呢 他跟希特勒纳粹政权是一样的 他们绝对不仅满足于啊 跟北朝鲜一样啊 大家关起门来 就迫害自己的老百姓 他们固然是要迫害自己的老百姓 但是他们更想呢 把这一套 他们的这个专制统治啊 把它扩及到全世界 在全世界建立他们的范围 用他们的力量啊 用绑架14亿中国人 所获得的这种力量 来重塑这个世界秩序 这一点美国人实际上啊 前几年就已经意识到了 现在这个对中共来进行遏制 已经成了美国的朝野的共识 成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 我记得在这个川普和希拉里 竞选的时候啊 希拉里就曾经说过一段话 他说他绝对不希望 他的子孙今后生活在中共所规定的国际秩序当中 因为中共那个时候习近平上台之后 已经暴露出来这种野心啊 他们搞一带一路 他们搞全世界的渗透 他们呢在南海啊 进行了这个整军金武啊 进行扩张 这都表示了他们是有问鼎世界霸权的 这种野心的 而这个政权 他跟希特勒的政权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独裁政权 如果是他们统治了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啊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 让那些爱好自由的人难以忍受 所以美国人他们早就决定了 是一定要遏制中共的 那么贸易战呢 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因为中共现在 他们呢 这个在军事上面 还有一定的力量 因为现在啊 这个美国和西方 他们也不想用军事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他们只是想啊 在军事上啊 不让中共采取冒险主义 那么通过经济的手段 把中共给偷垮 这就是啊 让中国发生和平演变 让中国变成了一个 融入世界民主这个 憲政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是他们呢 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所以说贸易战 这是一个手段 贸易战呢 他不是说要逼迫中共 真正的一定要逼迫中共 要签订一个协议 当然了 中共如果是他们接受了 接受了这个川普所要求的 这个协议 那么他们的灭亡 也是肯定的 因为在这个协议当中 他规很多规定 那对中共是有这个 直接的致命的打击的 比如说他要求完全平衡贸易 那中共和美国平衡贸易之后 那么他每年的就少了好几千亿美金的这种贸易顺差 他受不了 那川普还要求这个市场准入 那么如果是全世界的这些金融能源通讯 这些文化企业都进入了中国 那么中共他们的这个经济命脉 也就不能够被那些权贵大家族 被那些中共的这个政府所掌控了 中共的那一套国营企业的那一套 很快就会崩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够 政权也不能够生存 那如果是中共他还接受了这个互联网啊 自由开放 那么他们很快就完蛋了 因为互联网一开放啊 长城防火墙一倒塌 老百姓一知道中共过去所干的那些坏事 那些丑事 那么很快的大家就会啊 意识到这个政权我们必须把它推翻 中共啊他的这个谎言啊 他就破产了 谎言一旦破产暴力绝对啊独立难支 政权一定会垮台 所以说呢就是无论如何 这个贸易战 美国人知道中共他绝对不敢签 那么中共这方面呢 他们既不能投降啊 也不能够啊应战 他们只能够啊 采取缓兵之计 一拖再拖把它拖延下去 这就是啊 习近平呢用的最好的计则 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 但是呢 中共体制内的有一些人 他们可不想让习近平呢 又这么拖下去 他们恨不得习近平马上就倒台 恨不得美中贸易战现在就白热化 恨不得啊 美国现在都把能加的税全部加上去 恨不得 现在就把这个体系给拖垮 现在真正的想拖垮习近平 甚至想拖垮中共的 我们老百姓呢 那还是第二位的真正最想的啊 迫不及待的要把他们拖垮的 是中共体制内的那些反习派 因为他们呢 如果不把习近平拖垮 那么习近平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就会把他们干掉 他们现在啊 是刀架在脖子上面 那坐立不安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是非常着急的 只不过是这些人呢 在手段上面啊 在这个破例上面还缺一点 所以说这个民变政变和兵变呢 他们现在都还没搞起来 只能搞这样一些小动作 这些小动作就包括了啊 就是这个商务部的这个发言 这个发言呢 就是给习近平呢 这个跟川普之间的这种谈判呢 要让他们谈不成 那第二个呢 就是前些天大家还记不记得 中国的这些官方的媒体啊好多 都在说发表这个言论 就是说要抵制啊 要批判投降派 就是说你习近平不能够向川普投降 还有呢就是说 你主张跟美国血战到底的人士 你们不能批评他们 你批评他们呢 就是这个手榴弹呢 在往后扔 这就是啊 现在的这个中共体制内的这一批反习派 他们的所作所为啊 好不好呢 当然好 体制内的他们的这个裂痕越大 那么中共垮台的就越快 中共垮台 这是全世界啊 也是中国人民现在最向往的 所以说这则消息啊 更加证实了 商务部的这个发言人的这个 这番讲话就更加的证实了 现在中共他们内部啊 出了大问题 所以说他们这个在谈判的时候啊 非常的摇摆 出尔反尔 那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本性 这也是啊 中共现在全力斗争的啊 一个表象 我之所以讲这个问题是想告诉大家 整个历史大势 是已经确定了 中共必须得灭亡啊 美国朝野两党都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中共拖垮 他绝对不会因为川普讲了某一句话 或者习近平讲了某一句话 或者他们两个人共同讲了某些话 就能改变这个历史的大方向 我们国内的民主派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准备 当美中两个政权最后进行决战的时候 当中国的老百姓的这种反抗情绪 达到临界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只要准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全力出击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中国的民主转型呢 非常的顺利 让中国的民主转型的这个代价降到最低 这就是大家的历史责任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定力啊 那现在的讲一讲微观的事情 就是武汉的阳罗啊 这个区啊 发生的这个啊 民众因为要抗议当地政府啊 要建立这个垃圾焚化厂这样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本来是从上个星期就已经开始了 现在已经持续了啊 差不多有八天九天了 我记得最早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消息 是25号传出来的 这种事件呢 在中国啊 实际上是很多地区都发生过 只不过是这次阳罗的事件呢 他抗争的这个时间持续的比较长 这个里面呢 有一些事情呢 值得大家注意啊 我看见最新的消息就是昨天晚上 那就是7月4号 北京时间7月4号的晚上 中共啊派了大批的这个武警啊 戴着头盔 拿着盾牌 拿着警棍 去到阳罗 摆成了好多个方阵 在街上游行呢 在这个他们的方阵之前 还有两辆装甲震报车 是专门用来啊 冲击这个游行的人群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几个问题 值得大家注意的啊 值得大家探讨的 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中共的他们这个运用武力的这个程度 现在网上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关联啊 说啊上街啊不行的 上街啊是去送死的 你只要一上街啊 马上机枪坦克就来了 但是我们看见啊 就在这过去的这半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有三起大型的这个民众上街抗议的事件 一起是珠海的 还有第二期是广东云浮式的 那第三期就是现在这个阳罗的 有没有一个地方 机枪坦克上来 对群众啊进行疯狂的大屠杀 没有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中共啊 他们是这个心地善良 不是的 是因为中共 他不能够担负得起这种啊 巨大的风险 他不可能在每一件这个民众抗争的事件当中啊 他都去用这样的方法去解决 把这个事态扩大化 让全世界都知道 他们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说 大家不要受了这样的这个言论的影响 不要把中共啊 把他们呢 这个力量啊 扩大化 他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 他们不是这个村里面的唯一的力量 他们甚至也不是这个村里面最大的力量 他们只不过是这个村里面的一个流氓而已 这个村呢 还有很多壮汉 还有很多乡身 还有很多见义勇为的人 那当这个流氓如果是对啊 他的邻居 对他家里面的那些人啊 如果是动粗的话 那么那些邻居啊 他们也会看得见 他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来惩罚这个流氓 所以说这些流氓他在作恶的时候 他是受到了很多的制约的 不是说他有机枪坦克 他马上就能拿出来用的 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啊 他是不敢 不可能轻易动用的 而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他们也不见得有这个能力轻易动用 那我这个频道的第一期啊 第一期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讲为什么中共啊 他们不能够轻易的对民众进行大屠杀 他们屠杀民众的这个机制 这个决策机制是怎么样的 大家知道了之后 就会破除这种恐惧感 当然中共他一定要采取办法 来镇压来消解这个民众的抗争的 那么这一次他采取的什么办法呢 这些采取的跟大多数的那个大型抗争事件 他们说采取的方法一样 就是派出武警部队 那这次呢 派出了这个震报车 因为这次洋罗的这个出现的人比较多 抗议者比较多 而且呢 坚持性呢 还比较好 一共呢 就坚持了一个多星期了 一般来讲啊 是在一个星期之内 中共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但是这一次洋罗的老百姓呢 他们的斗争呢 这个有一些技巧 所以说呢 到现在 斗争还在持续 哪些技巧呢 洋罗的老百姓是怎么样应对中共的这个武力的 中共的这个武警和他们的防暴车 这么一个吓人的正式 洋罗的老百姓是怎么应对的呢 在抗争初期的时候 中共也派了一些警察啊 武警防暴警察去到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时候人数可能不太多 这个时候啊 洋罗的老百姓是跟这个警察是有正面的冲突的 这个视频里面都显示出来了啊 有不少的人被打了 被警棍打伤了啊 还有不少的人被抓了 那么后来呢 在前两三天开始 就是白天的时候 这个大家去该干什么 还是去干什么 上学的就去上学 上班的就去上班 做生意就去做生意 但是一到了晚上 大家要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了 那么警察白天他也要上班 晚上也要上班 所以说这个对他们呢 是加重了负荷 所以这个时间呢 这个双方啊 就可以对峙的时间呢 就会比较长一点 那么这是第一个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当大量的这些武警进城来 还有大量的装备进来 这个民众啊 在街头跟他们呢 没有办法进行正面的抵挡 正面的博弈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阳罗的老百姓 大家就选择了 退一步 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大家在看这街道上 基本上没有抗议的人群了 只有警察在那儿耀武扬威的走一圈 实际上有什么好耀武扬威的呢 大家留一个空城在这里 跟你用空城计啊 跟你打游击战 你来了 我们就走了 等你走了 我们又走上街头了 这个时候啊 中共他就非常难办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啊 中共他们呢 有这个维稳系统啊 他们有大量的武警 就一定会啊 这个老百姓呢 就一定会输 不是的 只要我们想办法 每一个力量都是有一个办法去对付他的 无论他的力量多大 现在阳罗的老百姓就找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打游击战的办法 如果是啊 他们继续的再征派军队啊 再征派武警 把整个街道都控制了 我记得前些年 他们曾经对江苏的连云港进行过这样的一次 这个维稳啊 派了好几千武警 每一个角落街道都站了武警了 老百姓都不敢出来了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办法呀 那比如说我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好几次的 这个敲锅抗议法 这也可以啊 大家都不用出门了 直接在家里面敲锅就行了 那整个城市响成一片锅声了 这也对他们的这个武警的士气啊 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也会让他们非常紧张 会一直把他们拖在那儿 一直让他们不得休息 最后把他们拖垮 这是一个方法呀 那还有方法 比如说啊 你不是调了大量的武警 大量的这个震报车 到了阳罗这个街道了嘛 那么我们就不在这个街道抗议了 我们就到这个省政府旁边去抗议 我们去到那儿去不抗议 我们就说上访行不行啊 如果是少几万人到武汉整政府去上访了 那实际上就是抗议啊 而上访又是每个人的权利啊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只要我们变换一个方式 这个冰行向水 哪个地方就有利于我们 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抗议 不需要运离于一定的形式 不需要距离于一定的地点 只要人群聚集起来了 中共就害怕 中共害怕了 那这就是给他们施压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最后他就有可能让步 如果全国人民都起来了 那就不需要他们让步了 直接把他们拿掉就行了 直接把他们拉下马就行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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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